周勳正 好 我們就拍手來歡迎 紙片人 勳正牧師 你們幹嘛笑啊 我們這一季在談的是治理從管理開始 所以今天要花一點時間跟大家一起來思想治理 在分享治理之前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們家裡面一個治理的例子 結果發現我們家治理的人 原來是我們家的老三 Riley 這個禮拜三早上 這個禮拜三很有趣 這個禮拜三是我們家老二Zag 他因為六年級的關係 他們全班要去爬河歡山 然後有三天兩夜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旅程 然後那天下午呢 又是我們家Abby她的成年 學校所辦的一個成年禮 就像猶太人一樣 男生是十三歲 女生是十二歲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在七年級的時候 在班上給他們過一個成人禮 那所以那天早上 哥哥要出門的時候呢 我們在家裡吃早餐的時候 我們家的Riley 就轉向 我跟媽媽說 哥哥要出門了 給他點錢吧 然後他就說 給個兩千塊怎麼樣 然後當下我好像被cue到了 我本來就是要去拿個兩千塊 可是我想說要去 為什麼要那麼多錢 他就講兩千塊 然後下午呢 去參加姊姊的成人禮的時候 就在參加成人禮的時候 他就看見 他就跟媽媽說 媽 別的爸媽都有準備禮物 你們有沒有準備禮物 買個iPad好了 直接又cue我們 所以 治理從七歲開始 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其實當我們在講治理的時候 光哥上禮拜跟我們分享 其實光哥上禮拜跟我們分享 我們要學習去管理 管理最寶貴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 Amen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要清楚知道 青年崇拜是幾點開始 我再問一次 青蟲是幾點開始 是四點開始 跟你旁邊說是四點開始 你說四點不是 青蟲不是五點嗎 不 四點是我們的 琴與金香爐的禮拜會 青蟲不是五點 從我們的敬拜開始 是從我們的禮拜開始 是從我們的祷告開始 Amen 我相信神給青年墓去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使命 就是我們要學會去 學會去承載神的同在 我們要學會去接待神的同在 不是透過我們的信息而已 是神的同在 可以使人生命改變 Amen 所以跟你旁邊的說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不要來這裡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四點在線上 一起青蟲 跟你旁邊說 下個禮拜 四點在線上一起青蟲 如果你真的要來到這個地方 你可以到外面那邊 拿著你的手機 四點跟我們一起在青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關於治理 今天的主題叫做 公心三國治 我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 也是幫助我 在我這樣的一個服侍的歷程當中 讓我怎麼樣學習 坦白講 在所有的治理當中 我覺得最困難的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治理 我們來看幾處的經文 我們來看箴言的兩處的經文 一處是在16章32節 一處是在25章28節 我們一起來看這個經文 箴言16章32節說 不輕易 我們起來讀好不好請 不輕易發怒的 強過勇士 制伏己心的 強如取成 OK 這邊說不輕易發怒的 勝過什麼 勇士 這邊說制伏己心的 強如取成 你可以想像剛才 我的封面 我從小就是喜歡玩三國志 從小就喜歡那個三國演藝 這些所有的將領他們會功成 可是這邊說有一個比功成更困難的 叫做制伏己心 叫做制伏己心 就是要治理 管理你自己的心 在箴言第25章 第28節那邊說什麼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 好像毀壞的誠意 沒有強緣一樣 好像毀壞的誠意沒有強緣 意思是說 人如果沒有學會 制伏自己的心 沒有學會 制伏自己的心 會落在一個什麼樣的光景 就好像是誠意沒有強緣 是毀壞的誠意 沒有強緣一樣 弟兄姐妹 我們必須要誠實地說 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我們所面對的軟弱 困難跟問題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我們所面對的掙扎 聖經上說 我們要學習制伏我們的心 如果不制伏的話 好像毀壞的誠意沒有強緣 城牆倒塌 代表的是完全的毀壞 在古時候 一個城市之所以是個城市 因為它有城牆 圍繞在城市的周圍 當一座城 失去了它的城牆的時候 它不只是失去了保護 它同時間也失去了 它的身份跟認同 注意聽好 這個城市之所以是城市 是因為它有牆 所以當牆倒了之後 它就不再是城了 它就成為仇敌可以任意 偷竊殺害 擄掠毀壞的對象 東姐妹你要注意聽 當你失去制伏 你心裡面的力量 你會發現 在你內心深處的 有一個孕育已久的一個黑暗 當你沒有學會去制伏你的心 這個黑暗它會慢慢的 在你的生命的裡面 在最合適的時機顯露出來 最可怕的是什麼 很多的時候我們沒有認出 我們內心深處的這個黑暗 因為這個黑暗 有的時候所伴隨的 是讓我們努力向上 發奮圖強的一種動機 我們卻不知道這個動機 它的背後它的根源 卻是一個極深的一個黑暗 而這個黑暗怎麼這樣帶來 毀壞在我們的生命的裡面 這個黑暗 在不知不覺當中 就像這個經文所說的 好像一個毀壞的誠意沒有強緣 在我們不驚覺的時候 它就會引我們陷入到誘惑 跟試探的裡面 這是我們今天要來談的 這邊說人不制服自己的心 那你說為什麼 制服自己的心強如取成 比功成還要更困難的 因為我們的心很詭詐 所以你這樣怎麼說 在耶利米書第17章第9節 耶利米書第17章第9節 這邊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壞到其處誰能刺透呢 你可能說那是外邦人 不認識神的人 他們的心真的很詭詐 可是我要告訴你 你我的心也很詭詐 我們的心比我們想像的都還要詭詐 而且重點是 這邊說壞到極處 誰能釋透 意思是說 你以為你了解你的心嗎 你以為你了解 你做每一件事的動機嗎 如果你仔細看聖經 你就會發現 所有這些聖經的人物 在他們的成長過程當中 他們也經歷了 今天我們一起要來看的 在制服心 這個功心術 他們有沒有學會 跟他們的生命 有沒有辦法被神使用 有絕對的關係 而且在他們的生命的裡面 你會發現 可能他們一開始回應神的呼召 神大大的使用他們 卻不知 這個黑暗 也繼續地孕育在 繼續地作祟在他們的心裡面 而就在最合適的時間 它就會被啟動 然後就會讓這個被神大大使用的人 陷入到一些的迷惘的裡面 如果你跟從小就在一個敬前的一個 家庭裡面長大的參孫說 有一天長大 你會去嫖妓 他一定會跟你說 不可能 你知道我是拿希爾人 啊 清酒濃酒都不碰的拿希爾人 怎麼可能會去做這樣的事 如果你跟年幼的蓋影說 有一天你會動手 殺了你的親弟弟 他一定會跟你說 怎麼可能 我的弟弟 我從小跟著他一起長大 我最愛他 我最疼他 可是卻不知道 聖經裡面第一個凶殺案 第一個謀殺案 就是 蓋影 殺了他弟弟亞伯 如果你跟大衛說 如果你跟在 旷野 在牧羊的大衛 在那邊渴慕神 尋求神的面的大衛說 大衛 有一天 你會跟一個有夫之父 發生關係 而為了要掩飾你自己的罪行 你還會借刀殺人 把他的丈夫留在戰場上 讓他死在戰場上 大衛一定會跟你說 怎麼可能 我這麼渴慕神 我這麼愛慕神的容面 我渴慕他的同在 我絕對 不會做這樣的事 如果你跟在基利西旁的 以利亞說 有一天 你會因為憂鬱症 想要自殺 他一定跟你說 怎麼可能 我為了神的國 我三年半在基利西這裡 每東西吃我都願意熬 面對巴黎的先知 面對整個國家的黑安全事 我沒有再怕的 怎麼會輸給憂鬱症 如果這些聖經的人物 沒有辦法說服你的話 還有一個人 他的故事 應該可以說服你 我們一起來看 應該不需要等那麼久 我 終點這邊你要知道 最可怕的黑暗 不是外在的黑安全事 最可怕的 軟弱 不是你面對的誘惑跟試探 其實最可怕的 是你內心裡面的黑暗 耶穌怎麼說 在馬可福音第七章 第21節 他這裡說 因為從裡面 就是人心裡 發出什麼 發出惡念 狗核 偷盗 凶殺 奸淫 貪婪 邪詐 淫蕩 嫉妒 狂妄 這一切的惡 都是從裡面出來 且能怎麼樣 誤會人 真正能夠誤會人的 不是外面來的 真正誤會人的是在內心裡面的 是從人心裡面發出來的 發出什麼 發出惡念 狗核 偷盗 凶殺 奸淫 貪婪 邪惡 淫蕩 驕傲 狂妄 這一切的惡 耶穌說 是從裡面出來的 是從裡面出來的 那你說他怎麼樣 進到裡面的 我的心裡面的黑暗面是怎麼樣 被塑造出來的 是我一生出來 就有這樣一個黑暗在我的裡面嗎 透過蜘蛛人 不是透過聖經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每一個人在我們的成長歷程當中 所發生所經歷的 剛才我們有一首詩歌說 我把我一切的經歷獻給你 你有多少人知道我們的經歷有好的經歷 也有什麼 不好的經歷 而在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所經歷到的 不管是傷痛失望失落 常常伴隨著這一些東西 就不知不覺的有黑暗 孕育在我們的小小的心靈的裡面 藉著我們所面對到不同的打擊 挫折 我 仇敵魔鬼 藉著這些的機會 把一些的扭曲的 認知 把一些的謊言 放進到我們的生命的裡面 而那一個成為我們生命最深層的一個黑暗 所以今天我要花一點的時間來幫助我們 我們 你要跟我一起想像一下 剛才所說的 也就是從心裡面所發出來的這些所有的東西 都跟我們成長過程當中所經歷的 不管是挫敗 憤怒 嫉妒 苦毒 不饒恕 憎恨 所有東西在我們的生命的裡面 會產生一個影響 今天我們要focus比較多在一個人的身上 在聖經裡面 今天我們要從參孫的身上 來看看他成長背景 如何影響他生命裡面的黑暗面 而透過這個也幫助我們可以來省察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要來明白仇敵魔鬼的軌跡 然後能夠知道這個黑暗面是怎麼樣一步一步的 引我們進入到這個罪的瑕疵跟捆綁的裡面 我們要來看在世事記 第十三章第一節 我們一起來讀好不好 我們來讀這段經文 一起來讀請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維厄的事 耶和華將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 那時有一個索拉人是屬彈族的 名叫馬諾亞 他的妻不懷孕不生育 的使者向那婦人顯現 對他說 向來你不懷孕不生育 農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結之物也不可吃 一出胎就歸神做拿希爾人 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人的手 OK 我們知道 参孫是在一個不可能的環境當中 超自然的生出來的 當然他的超自然不是同於感運的超自然 但是本來他的母親是沒有辦法生育的 所以在沒有辦法生育的環境當中 神超自然的介入 那為什麼神超自然的介入 因為以色列人 他們在非利士人的欺壓之下已經有四十年 所以神要拣選 這個接下來要出生的孩子 成為以色列的拯救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参孫 第一個他的出生是超自然的出生 第二個是 参孫在母腹中 那個拣選就臨到他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拣選 那個是吉榮耀的一個呼召 他要成為不只是一個領袖 他要成為拯救者 他要帶下一個救贖 在他們的百姓中間 成為那世代的拯救者 這樣的一個榮耀的呼召 也伴隨了什麼 伴隨了一個榮耀的生活方式 他在母腹中 神就呼召他 要分別為聖 做拿戏爾人 這邊說什麼 不可用剃頭刀剃他的頭 因為這孩子一出胎就歸神做拿戏爾人 清酒濃酒 都不可以碰 他是分別為聖的 看似是一個極榮耀 極完美的一個環境對不對 神超自然的介入 在他還沒有出生之前 就講到這個孩子的呼召跟命定 超自然的出生 超自然的出生 榮耀的呼召跟拣選 要成為全地的拯救者 但是我跟你解釋一下 差別在哪裡 在聖經裡面所講到的拿戏爾人 都是自願分別為聖 為主而活 可是參孫不太一樣 講好聽一點 他是從母腹中就被神拣選 但是坦白講他其實是沒有選擇的 一出生就被期待 要遵守拿戏爾人的誓約 所以他從小到大 就是在嚴格的要求 在一個嚴謹的環境當中長大 被寄予很高很高的期待 很像什麼 牧師家裡的小孩 OK 阿們 他必須要把自己分別為聖 才能夠被神使用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小參孫 從小媽媽就跟他說 參孫 參孫 你有一個榮耀的呼召跟命定 當你長大的時候 你要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非利式人的手 聽起來很了不起對不對 接下來媽媽就說 因此 你要過一個拿希爾人的生活 清酒 濃酒 都不可以碰 頭髮不可剔就算了 你要知道分別為聖 我就可以想像 從小媽媽就跟他說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這個你不可以碰 為什麼 因為你身上有一個榮耀的呼召 你是我們國家的盼望 你要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這樣的生活 這樣的生活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耶 很大的重擔 沒有自由 沒有任何的空間 小學的時候 小參孫從學校回來 然後在學校聽了一個冷笑話 就跟媽媽說 媽媽 她講完那個冷笑話 媽媽的反應是什麼 媽媽說 烏會的言語不可出口 同學們要去唱KTV 同學們要去唱KTV 媽媽說 要做一個國家的領袖 不可以享受厭樂 大家都在玩Switch 媽媽說孩子們 拿西爾人 是不會用Switch 玷污自己的 你可以想像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長大的孩子 會有什麼樣的黑暗面 同時間 你看喔 在這樣一個壓抑的環境當中 長大 同時間伴隨著什麼 一個榮耀的呼召 那你要做榮耀的呼召 聽起來很榮耀對不對 那個榮耀的呼召 有沒有可能 在小小的心靈的裡面 開始孕育出什麼 一些的驕傲 一些的自私 一些的自以為是 一些的不純的動機 在她的心裡面開始發芽 是我就是有偉大的使命 所以你們要尊敬我 因為你們需要我來拯救 我有榮耀的呼召 我有榮耀的呼召 你們沒有 因此我 比你們更高尚 更榮耀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在她裡面 同時間 你要知道 同時間 有的人 會因為驕傲 有的人會因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一個期待 變成一種壓力 她覺得我要perform 我要表現 我要活出那個樣子 可是我就覺得我沒有辦法 你可以想像 所有的東西 is at work 在她的心裡面 就在她成長的當中 你也可以想像她 為什麼後來 會在情欲上面 這樣的節節敗退 這樣的一個跌倒的方式 在這樣一個嚴謹的要求當中 她後來就承受不了 很多的時候 在嚴謹的環境當中 我們也會崩潰 我們也會承受不了 到一個第一步 為什麼我要照別人的規範 來過我的生活 為什麼要活在別人的期待之下 來過我的生活 到一個第一步 她崩潰 她說老子不幹了 我不要照著別人的期待 我不要每次 那麼辛苦的 每個禮拜來練團 我要自由 為什麼從小到大 我都沒有禮拜天 或禮拜六 我也要做我想要做的 我也要滿足我自己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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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開始陷入到情欲的試探的裡面 她發現這些非力式的女子 愛她接納她 肯定她 她喜歡這種感覺 那種愛她接納她 肯定她的感覺 不是因為我可以做什麼 她覺得 不是因為我有一個榮耀的護照 不是因為我過一個敬天的生活 不是因為這些所有的東西 所以你就發現 她開始自私地使用神給她的恩賜能力 來滿足自己的慾望 用這邊你要知道球體的軌跡 很多的時候我們說 參選的問題是情欲的問題 我告訴你 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我用這個 你就可以清楚知道 怎麼跳到那麼快 今天這個 今天這個 Clicker在黑暗的詮釋 跟我一起來看 雅各書第一章 十四到十五節 雅各書第一章 十四到十五節 這個非常非常的關鍵 你要注意聽 這邊說個人被試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誘惑的 私欲即懷了胎 就生出醉來 醉即長成 就生出死來 這邊怎麼說 他說個人被試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誘惑的 換句話說 這邊說什麼 你真正的問題 不是情欲 你真正的問題 不是那些軟弱 殘累你的罪 那些東西是什麼 是當私欲 懷了胎 才生出來的罪 所以我們都在處理 這些罪的問題 我們在處理這些成癮的問題 可是卻不知道 這些所有的敗壞 其實根源 是在我們的心裡面的那個黑暗 已經孕育出私欲 可是我們卻從來沒有注意到 所以私欲這邊說什麼 他說我們每個人被試探 你看 其實你陷入到誘惑裡面 不是因為那個誘惑也誘惑了你 是因為你的私欲 讓你開始向這個誘惑敞開 所以私欲即懷了胎 生出罪來 然後我們在罪的裡面開始 我們說神我不要那麼軟弱 神對不起神求你幫助我 求你釋放我 我們在處理的是罪 絕不知道 罪不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我們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是我們從來沒有面對 我們的私欲 我剛才說什麼 我剛才說 你要知道這個黑暗面 這個孕育在你裡面的黑暗面 它最可怕的地方是什麼 它很多的時候一開始 其實嘗試 它會是一個正向的力量 很多時候會讓我們發奮圖強 想要成功 想要卓越 想要得到人的肯定 可是那個根基可能是不安全感 可能是孤單 可能是被拒絕 所以你感覺這個動力 好像帶給你成功了 可是我要告訴你 它就算可以讓你爬到你認為的成功 可是最終這個黑暗 它一定會等最合適的時候 這邊說什麼 這邊說什麼 思欲 即壞了胎 就一定會生出 醉來 我給你一個例子 我給你一個例子 我 我前陣子 大概有一個半月到兩個月的時間 睡眠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我睡眠不好是到一個地步是 我每一天不管我幾點睡 我清晨大概一點半 我就一定會醒來 然後我醒來之後我就會很難再入睡 所以大概再需要花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甚至有時候要快要兩個小時才可以入睡 所以每一天 每一天 都是這個狀況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就會問說 整個你是不是壓力很大 因為現在要面對到整個的教會的交接 面對到一個新的責任 你是不是壓力很大 那我總會說 其實我沒有什麼壓力的感覺 因為我真的沒有壓力的感覺 我不覺得我在面對很大的壓力 你知道我 你說整個你一定很擔憂對不對 你一點半起來之後 你就在想很多教會的事情 我完全沒有 我一點半醒來 我沒有在想任何的事 我只有想一件事 可不可以回去睡覺 我也沒有在擔心擔憂任何的事 所以我不覺得 我覺得我是一個抗壓力非常強的人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 可是我很清楚知道 我的身體我的生理有一些的反應 可能反應出來 我在面對壓力的時候 我的心裡面 不曾有的反應 所以感謝神 你知道 我們教會 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部門 叫做全人關顧中心 全人關顧中心 你要知道我們連傳道人 也需要幫助 我們傳道人也會有軟弱 我甚至當時 不知道我需要的是什麼 那時候 透過全人關顧中心的佳音姐 幫助我安排 安排一個內在 一直一個收走的服飾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我也不知道我有什麼問題 我只是跟她說 我覺得我好像睡眠 我睡眠是很不好 但是我也不知道什麼關係 那她輔導我的那位牧者就說 那你是不是壓力很大 我就看她說 沒有壓力 我沒有什麼壓力的感覺 結果後來是什麼 我跟你解釋 在我的內在醫治 邀請你來到我的內在醫治裡 在那個內在醫治當中 然後那個牧師就問我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一個場景 很有趣 那個場景是我14歲 大概15歲的 14歲 15歲 就是我國三的那一年 我國三的那一年 那是我第一次失戀 你為什麼 我感覺又受傷了 我第一次失戀 可是說真的 那也不是真的交往 那其實就是單戀 單戀失戀 所以很sad對不對 OK 你不要再傷我了 所以你就想像我單戀失戀 OK 可是還是很破碎啊 那種 然後其實那個失戀師 就是對方從台灣寫了一封信給我 然後告訴我說 他想要專心的 好好的在他的課業上面 然後我就整個心破碎了 OK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回到那個場景 然後我看著 我看著我一個人在那邊崩潰 哭 然後我看到誰 我看到光哥在我旁邊 嘗試要安慰我 然後還有誰 那個時候剛好 士林里洋堂的 劉群茂牧師跟師母 他們剛好在北美進修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天晚上他們也到我家 我不覺得我哭那麼慘 但是他們也到我家 然後呢 我在哭 光哥在我旁邊 劉牧師劉師母也在我旁邊 然後我看到 當我這樣的崩潰的哭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的表情 每一個人的表情 都是一種想要安慰我 卻又很尷尬 你知道那種 你們小組突然有人哭 通常弟兄都會有種尷尬的感覺 然後就看另外一邊對不對 你懂我的意思 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那個感覺 OK 所以我在那個當下 我就發現我跟自己說一件事 我以後不要把我的情緒 我不要把我的情緒 成為別人的負擔跟重擔 因為坦白講他們也沒有辦法真正的幫我 然後當我看到他們嘗試努力要安慰我 那你知道有一種安慰就是 不要哭不要哭 開心開心 耶穌愛你 對不對 有一種對不對 OK 那 可是你知道在當下 在當下 其實我很清楚地明白一件事 我就看著我 那個當時的我 我很清楚明白一件事就是 不管他們怎麼努力 他們永遠沒有辦法知道我的感覺 他們接不住我的感受 接不住我的傷痛 不是不願意 是他們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 在我的心裡面 就種下了一個種子 那個黑暗的種子是什麼 就是沒有人真正懂我所經歷的 不管這些人再怎麼樣愛我 再怎麼樣關心我 再怎麼樣想要幫助我 他們真的幫不到我 從那一刻開始 我的心某種程度封閉起來 因為在當下我感受到一個很真實的感覺 就是沒有人懂我 所以你知道嗎 就在那一刻我開始擁抱一個東西 叫做孤單 因為沒有人懂我 所以只有孤單可以陪伴我 這不是一個80年代的歌詞 雖然聽起來是這樣 這是我當時真正的感受 所以變得是 所以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 我從小 當我是一個小留學生 所以 我從12歲小學畢業出國之後 我在 我幾乎每兩年就會搬家 每兩年就會換 而且搬家不是從這一棟搬到這一棟 我的搬家是換一個城市 甚至換一州 從美國的西岸可以換到東岸 我七年級在洛杉磯讀 八年級的時候 周師母要回台灣 她說你們要不要去東岸 去跟著我阿姨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阿姨住 因為他們那邊華人很少可以學英文 所以八年級去到那裡 那裡在那一年也是我經歷到最大的 最多的霸凌也就在那一年 後來學完英文之後 九年級十年級回到洛杉磯在那邊讀書 後來光哥他大學 他進大學 我就搬到San Diego另外一個城市 跟我另外一個親戚住 所以九年級十年級在San Diego 後來大學我去UCLA 大一大二在UCLA 大三因為要體驗 國外的一種留學的經驗 所以我就去做什麼 國際交換學生 我就去到一個非常遙遠的一個國家 叫做台灣 然後呢 在台大讀了一年 我大三在台大讀 我大四又回去UCLA把我的大學讀完 研究所在美中Nebraska讀了兩年 讀完兩年之後我去到紐約 在紐約工作了兩年 後來又去到瑞典讀聖經學院讀了兩年 我本來覺得我回到台灣大概兩年之後 也會再出發 所以我引以為傲的是什麼 就是我每一次換環境 我都可以很有 我有很強的適應力 我可以適應所有的環境 任何的環境都難不倒我 去到一個新的環境 我可以融入在人群當中 結交很多的朋友沒有問題 所以我會說我沒有什麼抗壓力 我沒有什麼壓力的問題 我的抗壓力非常非常的強 在那一天你知道我發現什麼 我那一天發現 原來我的抗壓力 我的適應力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我已經擁抱了一個 很深的一個信念在我的裡面 這是真正懂我的 叫做孤獨 這搞得好像是金融小說 真正懂我的叫做孤單 所以其實我去到任何的地方 我不需要人 因為只要孤單陪著我 我面對到任何的環境 任何的挑戰 我都可以跨越 所以那一天在內在意志的裡面 我看見到 你要知道 我看見到那個孤單感 它已經不再是一個感覺 某種程度 它已經泥人化到一個地步 它成為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你知道耶穌那天跟我說 那天耶穌說 他就像是在 他到沙蓋的那個桑樹下面 他說整整你下來 因為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裡 那時候我就開始崩潰 我就在內在意志裡面 我大哭 我大哭不是因為很感動 我大哭因為我下不來 我下不來的原因 我告訴你 你會更崩潰 因為我不捨得 離開孤單 你知道 更有趣的那一天我發現 我的孤單其實有一個名字 我的孤單的名字 叫做小整整 因為他從小就陪著我 他就是我的好朋友 你知道我 耶穌這樣說 他說整整你下來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裡面 我在上面 我看著耶穌 我就轉向來看他 你知道那種 他就那種 延伸 淚汪汪的延伸 看著 我就說 我就崩潰 我說我不可以離開他 為什麼 因為這麼多年 是他陪我 我每一次搬家的時候 是他陪我 我換一個新的環境 是他陪我 我怎麼可以離開他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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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把他交給神 我自己也下來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是 這個孤單 某種程度 成為我適應力 抗壓力的來源 可是你也可以想像 如果在接下來 我要進入到的位置上面 我繼續擁抱這個孤單 這個孤獨 你可以想像 這個黑暗面 將來會帶我進入到的 一些的可能性嗎 如果今天擁抱我 會帶我去 去看你 然後你會跟我說 用姐妹我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只希望挑战你 我想要告诉你 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 其实是承认 我的心是有空缺 有黑暗的 如果你问整哥 你问我是一个孤单的人 可能那一天之前我会告诉你 我怎么会孤单 光哥可能 孤僻 但我绝对不是啊 因为光哥上礼拜也跟你讲 跟大家分享说 对不对 整个很会交朋友 交了一大堆朋友 回来给光哥做朋友 因为光哥很内向 我个性是非常外向的 可是我要告诉你 我交很多的朋友 可是没有一个关系 是深入的关系 而且在我不断换环境的过程当中 我每换一个环境 我大部分都不会跟之前的朋友互动 继续互动 我就完全换一群朋友 换一群朋友 换一群朋友 反正我也不需要跟你生家 因为两人之后我就要走 但是这样子有没有 我要你开始 去面对你的心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在成长过程当中 都有经历 你说我经历到什么样的背叛 没有嘛 就是单恋 还没开始 对不对 连还没开始的交往 我要告诉你 这就是仇敌魔鬼的诡计 某种程度 它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它就等着那一个moment 在我们最软弱的那一刻 最脆弱的那一刻 它其实不会多做什么 它只会把一个谎言 轻声地对你说 然后我们就吃进去 我们就相信 从此就变成我们的信念 开始影响我们的人生 专家妹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 当我们承认之后 我要鼓励你 你可以来面对 你可以来面对 你可以找你的牧长同工 你也可以来找佳音姐 在我们全人关顾中心里面 有超过25位的辅导员 他们非常专业 可以帮助你 离清你的黑暗面 也帮助你 可以走进到你的自由的里面 我要说 功臣不难 但是致富己心 却是困难的 好不好 今天 我其实还有别的要分享 但是我觉得神的恩高 就在我们中间 所以要帮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 我只要在6点34分 从位置上站起来 光哥一定非常非常的开心 真言第四章告诉我们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来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心好像已经没有强的成员一样 但是今天主要帮助我们 一个好管家 一个治理者 是从我们的心开始来治理的 就算真的帮助我们 这时候把你眼睛闭起来 我不知道今天圣灵 透过这篇信息在对你说什么 但是我只邀请你一件事 今天诚实地面对你的心 今天我不是说你要 为什么罪 什么软弱悔改 今天我在谈的完全不是这些东西 我也不是在讲参孙的情欲 今天我们在谈的都不是这些东西 因为那些 都是因为私欲怀了胎 才生出的罪 今天我们处理了一个罪 还会有下一个罪 还会有下下一个罪 除非我们来处理私欲的问题 今天求神来光照我们 把你眼睛闭起来 我要邀请敬拜团用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 求圣灵来对你的心说话 求圣灵来光照 来启示我们 听我呼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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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整定 听我呼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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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声音 让这个人为你 喜爱荣耀 举所 是瞎眼看见 耳聋的听见 我们属于你在你面前 从天上垂停 触摸这个时代 我们属于你 呼求你荣耀的降临 请我呼求 一直彻底 想哭干心灵 吹生命清醒 听我祷告 听我祷告 赦免我罪 当我呼求匿名 将彻底成为你 喜爱荣耀之所 是瞎眼看见 耳聋的情节 我们属于你 在你左前 从天上垂停 触摸这个时代 我们属于你 呼求你荣耀的降临 是瞎眼看见 耳聋的情节 我们属于你 在你左前 从天上垂停 触摸这个时代 我们属于你 我们属于你 呼求你荣耀的降临 耶稣说 因为从里面 就是人心里 发出恶念 苟合 偷盗 凶杀 奸瘾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傍赌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 都是从里面出来 我就在这时候 当每个人都把眼睛 闭起来的时候 如果今天你说 主我知道我心里面有黑暗 我心里面有私欲 主我要来面对 我要来管理 我要来治理我的心 我要制服我的心 可是主我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这是你 我要为你祷告 如果这是你 你可以把你手放在你的心上 我要来为你祷告 今天主要开始 他的善功在你的心里面 从开始承认 我们心里有黑暗 他的光耀光照进来 要出去一切的黑暗 父神他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 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没有在控告任何一位 你也没有在顶我们的罪 你也没有以我们为耻 但是父神 还是父神 今天你用你的爱 精进的 拥抱在座的每一位 你所爱的儿女 父神我感谢你 因为那心里面的黑暗 那个心里面的空缺 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你的爱 离开了你生命 以至于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里面 父神今天 我们把我们的黑暗带到你的面前 父神求你来 这个时候 用你的爱搅拌下来 这时候来医治恢复我们的心 主你来更新我们的思想 拆毁一切仇敌的谎言 仇敌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信念 父神我们宣告 让自由的旅程 从今天开始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的圣明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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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掌声要归给我们的圣明 再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刘友姐妹你要清楚知道一件事 我们刚才的这一个祷告 就是开启了自由的旅程 它是一个旅程 就像健康是一个旅程 虽然只骗人 有很大的成长 但是 健康是我们每一天 每一刻 要做的选择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它不是在刹那间发生 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 是这个旅程的开始 但是我要挑战你 在接下来这个礼拜 do something about it 不是只是在今天做一个祷告 你可以跟你一个属灵的同伴分享 你也可以跟你的小组长分享 你也可以找你的牧者分享 你也可以来报名 不是生命培训学院 你也可以来 这叫做报名吗 全人关顾中心 你懂姐妹我要告诉你 我在这里不只是做了一次内在一支 因为我在那一次当中 我经历到太大的帮助 连我都需要 我后来又做了第二次 因为对我来讲太大的帮助 我要问你 你的自由值不值得 所以do something 就在这个礼拜 do something 来管理你的黑暗面 来治理你的心 让你的心 越来越像他的心 Amen 相信的话把这下掌声然后归给神 Hallelujah 我唱书求你随体 书求你随体 书求你随体 从天上随体 我呼求他 书求你随体 出求你随体 出求你随体 从天上随体 世下也看见 儿龙的情节 我们属于你在地左前 出求你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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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求你随体